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小镇 然后就是 当然位置是偏了很偏的感觉 就距离失去比较远嘛 这应该就是我们应该要去的那个彩虹堂的那个民宿吧 所以外面还有一个卖啤酒的地儿 刚进来的时候就看见 这边有两只大狗 我一下变成了短和半 对 那是 我这后面早前跟着老板娘来动超市 来动人 有异象 走走一跳 那个是红红的那种 这口脾气有点大 它的声音 这个民宿里面 装饰的这种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 5点37 这个都可以 是真的可以喝吗 住的房间 那个上面就好像很工业风那种管子露露在外面 这又是还弄个小干花里 那是远远地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淋浴的 应该就这样子吧 8点 吃早饭 就早上 早上起来在肥无人机的烧鱼 它有那种烧烤的价值和 放空的 小院子 好像可以 尝试了一下它的锅子 这个是隔壁的狗 然后来这边 喜欢上了这家的母狗 看它的声场 小酒 雨天的浴缸 你买了保鲜了吧 去找飞掉的无人机 过热了 那一片什么地理 就是我飞在这儿 然后它突然往电线上去了 不是感觉很危险吗 我就按那个暂停键 然后 然后暂停键也没反 就是没反应 它就直戳那个房子 都在造民宿 可能掉到 里面了 无人机刚刚炸鱼机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在那边 可能在旁边的那个民宿 旁边那个民宿 它还在造 没有人在里面 所以我没法坚持找 是不是在那里 那可能那个定位是你的信号 是在那里面的 现在要去找 做旁边装修的那一家 施工头来了 我可以叫他帮个忙吗 包公施工队在这边 让他们解救我 让他们解救你的无人机 然后我们到了 另一家隔壁民宿 同一家施工队的 另一个民宿 看他们能不能在呢 终于找到了工头 这个经历也是很丰富 我们刚刚之前那个无人机飞到旁边那个民宿里面 那个在施工的民宿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施工队 好辛苦 看看那个无人机是不是叫到里面了 我这一圈没看到吗 应该是一个黄黄的石头小 哇阿姨的眼神超级好 是的 应该不是人家的吧 阿姨你真厉害 阿姨的眼神超级好 因为定位好像不太准 对 找到了 阿姨真厉害 然后没电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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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无人机现在很开心 喝一口可乐 现在有心情吃西瓜 好干嘛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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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